我們現在經過了這個彩虹吊橋 彩虹吊橋算是至高點了吧 然後就是它的外環第一圈 30分鐘,然後就開始要走下坡了 第一圈走上來是有點累 大概要走 光上坡就走20分鐘了吧 終於看到那個國寶大阪根 這邊真的還蠻圓,保持得很好的,很原始 建議還是小學以上的小朋友再來這裡玩哦 不然有點累 然後爸爸媽媽又抱不動就很糟糕了 就有點辛苦 是個人體力而言 像我們這些都市的 平常沒什麼運動的,就有點累 就像前面這個,爸爸就是要一直抱著小孩 然後自己就喘吁吁的 我們易易會自己走齁 易易像在坐火車一樣 易易慢慢走哦 沒關係,我們慢慢走 一格一格走 你看旁邊這邊哦,都很高哦 你像這個,在走火車一樣 對,要看著你的腳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前進 慢慢的欣賞這個風景 然後吸收芬多金 哇,來這個森林,大冒險耶 油桐樹 所以油桐花 長著一棵一棵的油桐樹 很高耶 很高耶